從年前就開始鬧蛋荒 每一天的缺口最高是200萬顆 農委會宣布過年期間 庫存的6-8萬箱的蛋 全部都釋出到傳統市場跟超市 而另外也寄出了補貼的辦法 到2月底前 雞蛋生產每台金補助3元 蛋中雞蛋養費補貼 每一支補助25元 但是這些錢要從哪裡來呢 陳吉仲說是用農損基金來填 因為現在的區塊市場價格 是每台金剩14塊半 那我們剛討論農民生產負擔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同意 我們現在每一台金 來獎勵農民3塊錢 也等同一箱200顆的 大概就是6千塊的這樣的 對不起 一箱60塊的這樣的一個獎勵 給我們的所有的農民 那這個實施的部分呢 大家有共識 如果這個獎勵措施可以實施的話 那我們先來實施到 從明天開始正式實施 那實施到2月底 那我們會在2月底以前 再邀請所有今天與會的 雞蛋的整個相關的產業 再來討論 這個措施是否有效 或者是要再調整 那也同步的來針對 目前的34塊的 這個PW市場的價格的合理性 會做討論 那某種程度 該反應 價格該反應 讓農民有基本的合理利潤的 也會在下次的會議裡面討論 來決定3月1號以後 這個措施是要繼續的實施 或者是讓市場價格的激勢 那適度的反應 這個是我們剛剛的共識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獎勵的措施呢 我想農民就可以把我剛剛講到的 飼料成本的上漲 還有因為溫差 產蛋率下跌 跟我們的 禽流感的這一些的影響 單位成本增加的部分 適度的可以來吸收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都同意在這時候呢 會正配合農委會的整個雕度的 這個平台 把雞蛋有效的來調印到 我們每一個地方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蛋中期的 這一個相關的補助費用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來配合 讓這個部分裡面 適度的讓我們的 這一個最後的生產的 雞蛋的數量也可以增加 好 來看到現在衛生紙大漲 連國家隊也撐不住了 國內衛生紙大廠永豐宇指出 衛生紙將會在二月底調漲 因為國際紙將在2021年 就大漲了超過40% 包含了運輸的成本漲了70% 還有紙盒的包材也漲了50% 民眾主要會購買的 抽取式的衛生紙 漲幅大約是8% 另外呢 袖珍型的這個包呢 漲幅是20% 平板衛生紙是漲幅11% 永豐室表示說 預計在二月底前 那麼各個通路呢 就會陸續的調整售價 不過現在呢 就有鄉民在PTT發文了 說呢台灣之前曾經缺疫苗 幸好呢有各界的援助 買好買滿來造福人群 之後呢就傳出缺電 但是官員卻說今年一定不會缺 看看現在又缺了蛋了 政府呢就開始怪說是母雞啦 怪蛋傷還怪疾病怪原物料 那麼鄉民就因此詢問 那麼台灣之後還會缺什麼呢 結果引起了很多的討論了 很多網友呢就說會缺什麼 會缺人啊 說開始要缺勞工了 會缺新生兒缺水啊年度大戲 還有人說我看瓦斯跟油也很快就會缺 還有人說會缺的是論文 國民黨在今天舉行的新春團拜 前總統馬英九的質疑說 台灣不只是民生民主退步 連民生都出現了這些問題 物價一直漲還出現了雞蛋荒 還說那蔡政府上任五年七個月 新生兒大減了五萬四千多人 減幅達到百分之二十六 而根據了人口學者的調查 有民眾不願意生育 是擔心兩岸可能會發生戰爭 春節後台電將提前實施 夜間減少用電 而物價更是蠢蠢欲動 老百姓的日子並不好過 蔡政府上任五年七個月 新生兒的newborn babies 大減了五萬四千多人 減幅達到百分之二十六 2021年台灣的生育率是全球墊底 2020跟2021年連續兩年出現 生不如死的人口負成長 而我擔任總統八年 新生兒不但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了一萬五千人 增幅百分之七點五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看到統計數字的時候 非常的興奮 雖然孩子都不是我的 根據國內人口學家的研判 除了社會經濟因素之外 有些民眾不願意生育 是擔心兩岸可能發生戰爭 在國際關係方面 我們的邦交國持續減少 只剩下十四國 比我日內的減少了八國 這是我們1912年 中華民國開國以來 邦交最少的時刻 而且未來還可能有未爆彈